最近大家是不是真的 深深的感覺到冬天已經來了呢 一連好幾波的寒流 讓台灣的高山地區 降下了矮矮的白雪 就像是雙十二的時候 雪霸國家公園 積雪就有四到五公分 那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喜歡上山追雪呢 如果你想要開車追雪的話 有一些事情還是需要注意的 對不對 艾達 是的 冠儀 我記得這個幾年前 也有一波霸王級的寒流 好像只要有一點點 高度的這個小山都下雪 真的 連陽陵山都有下雪的紀錄 所以那時候也造成 大家瘋狂的這個追雪 因為以前追雪 你可能要到這個武嶺 那武嶺平常週一到週五 這個一般的上班族 你想要去追雪 還算是有一點辛苦 畢竟要請假 從台北開車到武嶺 這個也要開三四個小時 是比較辛苦的事情 那其實這一次的這個寒流 你就會發覺很多人 其實已經在武嶺上面紮營了 紮營了 所以這一次呢 這個整個合環山的這個管理中心呢 其實也要求了這個 上山追雪的這個民眾 要做兩項準備計畫 第一個呢 是要簽切結書啦 簽切結書就是要你要怎樣 說除了你基本的登山裝備要有 另外包含上升器 下降器 冰爪 上升器下降器 對 反正就是爬山專用的配備 冰爪 可以破冰的這個冰爪 讓你抓住可以登山 但是這是登山的部分 登山的部分 冰爪 冰斧 破冰用的冰斧 斧頭 雪徑 這是缺一不可的 另外你還要準備詳細的 登山安全計畫書 如果登山安全計畫書 不會寫的話 可以到這個 Mobile 01的網站 招草培的網站 你們有範本是不是 對 他也是一個這個登山控 問他一下 相信他一定會告訴你 怎麼樣寫完善的登山計畫書 不過呢 要登山之前 我們還是得要開車 或者是說一般的民眾 只是想上山 賞賞雪 堆堆雪人 打打雪仗 這個時候開車上山 也特別的需要注意 你的車輪一定要加裝什麼呢 加裝雪鏈 其實雪鏈有分為非常多的一個方式 有的人就像台灣比較普遍常用的 就是這種鏈條 鏈條綁一綁 綁在輪胎上面 通常都是會綁在什麼 驅動輪 因為你車子輪胎深陷雪堆的時候 或者是要地面結冰 要破冰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驅動輪是非常有用處的 那當然雪鏈我剛剛講 分了非常多的這個形式 雪鏈切記你要注意 你的車子的輪胎大小 跟雪鏈的長度尺寸 都有相關程度的一個差距 那其實一般這個 你在這個景點 都有做雪鏈出租的一些廠商 因為你沒有雪鏈 這個警察在管制站就把你擋下 你根本也上不去 不要想要賞雪了 所以這個雪鏈 其實我覺得台灣現在的氣候 也會越來越兩極化 真的 好像只有這個冬天跟夏天 春秋兩季稍稍短了一點 而且現在好像以前很少聽到下雪 現在下雪甚至越來越頻繁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追雪的喜好 我不妨建議 這個消費者自己 準備好一組雪鏈 放在你的家裡面 隨時你要上山追雪的時候 帶著你的雪鏈 到了管制站 雪鏈坐上去就可以上山了 也不怕那個民間管制站 賣給你那個很爛的雪鏈 打壞你的ABS感應器 打破你的煞車油管等等 那所以雪鏈就是說 分了非常多種 有這個以蠻傳統鏈條式的 也有礁起塑膠綁帶型的 因為其實你如果在這個 可能很多現在拍賣網 真的告訴你說 這種綁帶型的 極丟極用的 類似破冰器的雪鏈 就是像束帶這樣子 穿過Lanking綁在輪胎上面 那其實我前一天看了一個影片 有這個部落客 實測這樣子的綁帶型的雪鏈 有沒有用 好用嗎 因為這個是在這個國外的地區 剛剛好確實是 冰天雪地的狀態 它這個油門一踩啊 是的 車輪空轉一下 就把這種所謂束帶綁帶型的 這種破冰雪 全部噴飛 甚至還害它卡到煞車卡結裡面 車子動彈不得 那不過當我們裝了這個雪鏈之後 在駕車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的切記 切記你要這個 輕踩油門的起步 或者是你的車子 有所謂的雪地模式 你可以設定在雪地模式 你的起步就會 就會不至於這個動力輸出過大 而造成空轉 如果沒有 請你用二檔起步 才不會造成起步打滑 讓你起步失敗的一個狀況 當然在轉彎 以及在要接近停車的同時 一定切記要提早的放慢車速 減速慢行 因為你想想看 你的輪子 不管是有沒有雪地 還是雪胎 還是抓上了雪鏈呢 對於路面的抓地力 都變得非常的差 尤其是在這個 下雪的狀況之下的還好 最怕是什麼 最怕是溶雪的時候 那個路面基本上是一層冰塊 想想看你在冰塊上面跑步 小時候我們去 這個冰東溜冰的記憶 你就知道車有多花 是 所以如果說 想要開車追雪的話 只要掌握這些 重要的要領的話 相信會比較輕鬆一點 當然你想要看到雪 只要符合濕度 溫度 高度 都有這三度的話 就很容易看到雪 那台灣有哪一些地方 比較容易見到雪呢 對 我想這個 剛剛愛大講 這個上山 這個一定要讓雪煉對不對 其實12月這個時間點 已經開始有這種追雪的熱潮了 那其實最容易追的地方 當然是荷環山 因為它的交通最方便 對 其中它還有 我們這個最高的公路 屋嶺嘛 三千兩百多公尺高 海拔 對 所以那邊其實已經 它可以說是一年四季都熱鬧的地方 我們試車也 偶爾也會跑去那邊 沒錯 你是要挑戰一下嘛對不對 那都隨時隨地 你大概只要天氣好一點 你大概都看得到那個停車場 武嶺停車場都跑了 整個都滿的 一定都滿滿的 是 那前一陣子氣溫一降 其實這兩天也是相當冷 有機會對不對 有機會 對 所以又開始了 大家真的是 而且我們都知道上武嶺這邊 這個路其實是有點窄 它大概你要會車都要注意一下 然後從武嶺到松雪樓那邊 那條路特別容易結冰 可是迎風面的關係 所以東北氣風一下來 水氣之後 那個溫度稍微一滴下來 整個路面就結冰了 所以它都講說那邊是冰宮 是 鞋子穿溜冰鞋 對 所以你不只是你一定要裝雪鏈 然後四輪胸是最好 但是車速也要特別的注意 你如果油門踩太用力 煞車踩太用力 其實也是很危險 那除了荷灣山 最熱門的景點之外 北部一點的太平山 海拔就沒那麼高 大概一千多而已 而且從宜蘭那邊上去 很方便 很快 很快 對 那但是太平山的話 今年的一月份 現在十二月嘛 那所以很快的一月份 又可能下雪了 因為太平山比較北邊 所以那種東北氣風 那個濕度如果夠的話 噼哩啪啦它就很容易 所以像最近這一陣子 也大概有時候就到五度溪了 那其實有時候就開始 有點冰線 有點結冰這樣 那如果你上去 沒有碰到冰 沒有關係 你去泡泡溫泉 就這個溫泉 也不錯 也漂亮 那拉拉山在桃園 其實也是有下雪 其實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時候 一月十幾號我記得 那時候那一波寒流 所有的山都下雪了 好 所以今年 接下來過了年 跨完年之後 如果大家的假期有安排好了 還是有機會 拉拉山也會很可能 因為拉山現在也沒什麼特別管制 大家交通也很方便 就在桃園那一店 那邊有很多條都可以上去 所以它的路是比較好開的 OK 沒問題 就是沒有河灣山那個屋嶺那麼難開 對 就是路也比較多 比較大 對 然後再來當然是雪山 這第二高峰 雪山顧名思義 當然是下雪 很常看到雪 它也是三千八百多公尺最高峰 那玉山是三千九百多 快四千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雪山跟玉山 這邊都是要挑戰 你可能因為它那個交通 沒有說像這邊 尤其它又很高 那公路也沒有像河灣山那邊 那麼的便利 對 所以要挑戰雪山跟玉山 可能要找阿克組隊 尤其玉山 那個不是隨時 你都有辦法進去的 可能有時候要申請 那有要抽籤 那可能你要組一些 可能跟商業團會比較容易 但是最好是要有一點 雪地的經驗 或是說爬高的經驗 再去挑戰這個高峰 但是這個就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可能就是下雪了 我們趕快開車上去 但是這個雪山玉山 可能就比較有登山 因為百越嘛 很多人喜歡挑戰百越 這當然都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就是 如果開車我們去哪邊比較好玩 我是覺得不一定去擠河灣山 那太平上拉拉山都有機會 也可以挑戰 好 謝謝羅哥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